南投酒驾鸿杏男子二度折返年币老翁遭到收押 老母亲独自到死者林前下跪上乡 祈求原谅 下游启情形联系给记者朱显明 好 但你看到又是酒驾惹的货 南投呢 鸿杏男子呢 酒驾二度呢 来折返年币老翁 结果呢 害得了这个老母亲呢 必须要替呢 已经被收押的儿子呢 到死者林前呢 来上乡 同时下跪来之意 为什么儿子呢 酒驾所犯的错误 必须要母亲来承受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酒会比较小 二年就开始留在东方 结果你还要做什么 还不够好人啊 不够好人啊 没有钱 现在的酒驾鸡 少了出什么东西 不够好人啊 必须要来喝汤 谢谢 谢谢 事实上南投凌晨所发生的这一起呢 酒驾还二度折返呢 不断的碾地老翁的事件呢 这个造势的驾驶呢 回到家里之后呢 并没有像老母亲呢 说出整个事实的真相 结果呢 是等到呢 有警方上门来敲门之后呢 才发现说儿子呢 是犯下的大错了 不过呢 事实上这个母亲 也替这个儿子缓夹说 平常这个儿子呢 并没有强常喝酒啊 最多也是喝个几瓶啤酒 不过呢 当天呢 就在这个白色轿车里面 被发现还有一罐呢 没有喝完这个啤酒的空瓶 事实上呢 这个犯下的错误呢 结果必须要老母亲呢 自己独自一个人呢 拖了这个身体呢 来到这个死者林前上香 而这个目前呢 这个造势的洪姓男子呢 夜镜被收押紧接了 主播 好的 谢谢显明 我们看到洪姓男子的妈妈到死者林前 下跪上香 她祈求原谅 而且